字幕进圈 大家好 今天明显是第一天的视频 不過這段影片不是vlog 就是這樣跟大家介紹一下我酒店的酒店房tour 還有介紹一下我帶了什麼來大阪呢 我旅行到底收拾了什麼行李呢 好了,我們先來看看房間 在我身後這個就是大門 一進來,讓我轉回前鏡 一進來就是一塊全身鏡 然後呢,Hello Yeng 這裡有一個行李架 然後呢,這個是廁所 Yeng,可以嗎? Yeng,可以嗎? Yeng,麻煩,麻煩 這個是廁所 我覺得比起一般的日本酒店的廁所漂亮 不是那些很旺旺旺旺,膠牆那種 不知道你明白嗎? 還有浴缸,不錯不錯 好了,然後呢 出到去,有部電視 然後呢,然後呢 這裡就是那張大床 超大床 真的很大這張東西 這裡呢,就是一張圓桌子 一張椅子 這裡是那些空氣潛身機 日本經常都有的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呢,這裡呢 就是化妝鏡 我看到它好像很漂亮 它是不是應該有燈呢?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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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呢,是一些水啊,雜燈 下面應該是雪櫃來的 不過還沒開到 這間房呢,其實真的一眼看完 不過我覺得都... 麻雀衰少 不中 俱全 我最滿意是它這個反光鏡 為什麼可以按Pro了燈呢? 而且,它最好呢,是這個 坐的位置和鏡的距離是很近 我不知道大家覺不覺呢 很多酒店呢 都是... 坐的位置和發鏡是很遠 然後我這些近視的人呢 化妝是永遠都看不到 是要自己戴那些細細的床鏡來化妝 嘩!這個就行了 這個我可以再化一個美妝 先吃晚飯 哈哈! 好開心! 嘩! 又在玩遙控 好了,那我化好妝呢 就是剛才我已經下去吃完晚飯了 那現在呢,回到這裡 先跟大家說一說 我這個旅行,到底帶了些什麼過來 好了,那現在是七個禁暖的 我先說了羊羊的東西 那第一樣呢,當然是尿片 尿片呢,我帶是剛剛好左右的 即是數量 我沒有特別帶屎啤很多 因為我打算萬一真的不夠 都可以在這裡買衰 就沒什麼所謂的 然後就是一包家庭裝的濕紙巾 這一堆就是羊羊的衣服 我都是每天帶一套,再帶一套屎啤 然後還有一些沙巾在這裡洗澡 還有一條抹身巾 然後還有幾隻小墨 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東西 然後呢,這裡我就帶了一些 食物 即是之前我網購買的那些 即食食食 還有一些蘋果汁 之後呢,就是它現在 因為基本上都主要是吃複食 對了,所以就帶了很多餐具 帶了這個瓢皮 因為可能我想我會買些生果給它吃 這樣就有一個批皮 然後呢,有些剪刀 還有很多那些筋 對,然後就是這一堆 是一些平安藥 那就是原來的那些藥 主要是一些發燒 即退燒水 或者是止咳 還是怎樣避水 那些東西 還有我們自己大人 也有帶了一些Panadol 還有BB的脫熱 對,然後這裡 是奶瓶刷 還有洗奶瓶液 對,這些東西都要帶過來 真是麻煩 好了,眨眼又轉過來 這個超嫩的位置 那呢,我就帶了 這裡有一瓶是奶粉 即是自己用一個瓶裝開的奶粉 我都是預算多的那樣 都沒有特別多很多 因為它也是早晚才喝奶 然後是奶粉格 之後就是一些奶瓶和奶嘴 都是帶多幾個士啤 其實其實這些都沒有特別的 然後帶了我的漂亮的水壺過來 之後還有一些羊羊的碗 對,都是一些餐具 因為它現在經常都出去吃東西 可能一些飯或者什麼都會給它吃 所以就帶了這些碗 還有這樣的剪刀 沒錯 之後就有這一袋東西 它就是一些試用裝的 洗澡液 洗頭水 還有body cream 然後還有屁股膏 還有這些防敏感 cream 那都是必須的 這堆東西 對,那BB的東西 其實就是這麼多左右 應該沒有漏的了 所以其實我們不是特別帶太多東西 還有我們帶了一張皮製給它 因為現在日本都冷 其實十幾二十度 所以呢 帶了一張皮製給它 蓋在BB車的位置 那就暖一點 我還帶了一些垃圾袋過來 因為我覺得去日本的話 你知道推著那個皮製 其實是很容易有很多垃圾 包括濕紙巾、紙巾 吃完那些零食的包裝袋 是很多垃圾的 所以你知道 日本真的很難找垃圾桶 所以我覺得 要帶一個垃圾袋 會比較好 帶可能每天一個 這樣 然後就方便你 每次有垃圾的時候 就放進去 然後一次過看到垃圾桶 再等 就會方便一點 不然你每次有一張紙巾 你是完全找不到垃圾桶 就會很麻煩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想帶嬰兒去日本 你也可以考慮一下 跟我這樣帶垃圾袋 就讓自己用 好了 到大人的東西 就是 三副系蜜 都不用我講 對不對 這一袋其實是一些充電線 轉換頭 充電線 那些 基本的東西 然後這一袋是什麼 我的化妝品 化妝品 其實因為我不是真的對化妝很有研究 所以我基本上真的整個全裝的東西 每樣汁一樣 就是我不會帶幾盒眼影 幾種不同顏色的 我不會的 我全部都是 基本上只有一盒 除了唇膏 可能會帶兩三支之外 其他都是一模一樣的 這一袋就是一些 叫什麼 洗瘦的用品 就是晚上用的面膜 然後有一些洗澡水 我老公的髮泥 卸妝液 梳 化妝棉 然後 要帶一把傘 因為我們知道 有一天會下雨的 這一袋裡面是一些止汗劑 都是一些茶麵的東西 對 兩支唇膏 還有 我經常在去旅行的時候 爭取旅行的時間 去用這些使用裝 因為放在家裡 其實真的不用 另外 我就會帶這支 TS6的淨味止痕粉 霧去 因為我之前也有用開的 屈臣試可以買的 因為我想不少女生都試過 絲襪部位無緣無故癢 又或者不太舒服 那種感覺是令人沒有心情的 如果去旅行也是這樣 應該會很舒服 所以 避免這種尷尬情況的發生 我都會安全一點 帶給它 這支東西 其實我都用了一段時間 真的覺得它不錯 因為它最主要是可以長後抗菌 對經常會遇到的 臉珠菌抗菌度非常高 也可以殺死其他惡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但我試過 因為有時去旅行 要浸溫泉 或者可能褲子太緊 或者太焦的天氣 都會令到四處有點癢 如果是剛好驚奇 就更加嚴重了 所以我真的很討厭唸珠菌 平時我覺得 除了要保持衛生 也要有一支抗菌的噴霧去旁親 市面上比較少這類型的產品 比較多都是用來清洗的產品 但是 不是到處洗澡 如果你去到處 突然覺得很癢 那你就很難處理了 所以這支就會很幫到手 在那個時候 用法也很簡單 只要去完廁所噴在紙巾上抹一抹 C柱 又或者直接噴兩三下在C柱 再用紙巾輕輕印乾 這樣就可以了 我最近沒有去做運動的 我也有帶這支去的 因為我很喜歡它 一陣白櫻花的香味 很香的 嗯 我通常會出汗之後 噴兩下 避免這個C柱是有異味的 如果你是經常游泳或者浸溫泉的話 你可以事先噴幾下 就可以預防細菌感染 是非常好的 而且其實它很細緻 所以就算我外出時用小袋 都完全放得下 但外出是很方便的 而且它就算整支調轉 都可以噴到 所以不用特別說 就著什麼姿勢才可以用到 可以放心 因為它的成分都是很天然的 只是88元而已 不是說什麼很奢侈的化妝品 或護膚品 所以對我來說 是一些很日常的 女生的護理用品 所以買一些旁身 我覺得是很需要的 同系列呢 還有絲密優菌絲 和粉嫩蠟色精華 絲密優菌絲 就是內服的 幫你從內去增強C柱的抵抗力 和免疫力 至於粉嫩蠟色精華 就是幫你改善暗層的部位 除了是C柱 其實你比較黑的地方 你都可以用的 例如嘴唇 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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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膝蓋 都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它這系列的所有產品 在屈臣市都買到的 而且網上都在做優惠 買東西 用我的Discount Code 都可以有優惠的 詳情可以提到我的Infobox 對 然後呢 其實我還帶了一些暖包 暖包不是因為說 超級冷 但是呢 因為我帶的衣服 其實不算很厚 所以 衛免突然很冷 不夠衣服 都可以貼一下暖 然後還帶了這個 腳架 因為呢 你知道三個人去旅行 是沒有人可以開機 唯有設腳架 不過呢 經過今天之後 我已經感覺到 應該沒什麼機會會用到它 因為 照顏外樣實在太難了 又要設機 又要量度位 很難搞 基本上就介紹完 我到底帶了什麼來日本 總括來說 我覺得其實不是真的帶那麼多東西 就是小朋友的方面 都可以接受 不過唯一比較麻煩 就是他吃飯 我覺得 因為你不能 酒店不能煮飯 我不是住民宿 因為 其實樣樣都還沒開始正式吃大人的 所以其實他很多東西都要就著叫給他 可能只可以在餐廳叫白飯 然後那些茶碗蒸 那些蒸蛋 就是比較清淡一點的 我才讓他吃 所以就 這件事就有點麻煩 對了 如果你的BB已經在吃大人的 完全在吃的話 我覺得就會更方便很多 好了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BYEBYE